我们,女人,我们,我们的 哈喽哈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好姐妹们 我是你们线上的好闺蜜秋雨 这个礼拜姐妹们过得好吗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秋雨呢,在上一个礼拜 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啦 但是就是完成了一个活动 我觉得,哇,真的每一次在完成活动的时候 都会很有一种满足感嘛 因为秋雨可能性格是比较那种爆发型的性格 平常生活呢,可能就是悠悠哉哉的 然后晃来晃去这样子 但是呢,如果有活动的时候 可能上井发条 然后呢,就可以开始想要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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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或者是可以开始就是来制作 来预备来怎么样 所以在过去的那个礼拜呢 就非常非常如火如荼的 又出各种的图片啊 然后呢,商品啊 也不能说商品啦,是纪念品啦 然后呢,还做了大的图 做了布置,做了布置,然后做影片 就是各种的媒材,然后各种的载体 这样子的去把教会整个布置了一遍 然后呢,在活动当天 秋雨也有就是小小的一段是在主持的部分 所以就是整个很完整的把一个教会的周年活动给办完了 办完之后呢,教会的牧师就来跟我说 他就觉得真的整个办的真的是很不错啊 然后呢,我们就互相的相识一笑 然后就彼此称呼为好战友 我很喜欢用红伴,用战友 就是一起作战的朋友这样子 我们是一起作战的人 来称呼我的同事们 过去其实在我之前服侍的教会 或之前工作的地方 我都会这样称呼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在工作场合上的人 我不太会把他认为成一种单纯的朋友 因为这个人 我跟他有要一起合作 然后完成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要去 就是可能要紧绷一点 或者是可能我们彼此要督促的 要一起完成的 那如果一起完成完了 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还跟他hand out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很难抽离 我们很容易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还会聊到工作的事 毕竟他就是工作的伙伴 我们可以有的时候一起去吃饭 或者是我们可以有的时候 一起有一些互动 但是他会被我跟我一般朋友圈 做一点稍微的分隔 我觉得我的性格啦 就是秋雨的性格 我喜欢把我的就是每一圈的朋友 做分类 就是这一圈是怎么样的 那一圈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通常我都会把我的同事 称为战友 就是我们是打仗的时候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在打完仗之后 好好的一起放松一下 或者是一起庆祝一下 我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就是在做日常的hand out 其实我们也很多 因为我们每天在一起上班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就是已经互动在一起了 可是呢 我们生活可以各自好好生活 所以我不会用一般的朋友 来称呼一起工作的伙伴 而在制作这些东西之后呢 其实秋雨就一直会发现 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我做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会 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是 我有刻意放一些小小的心机 小小的巧思 或者是在设计的过程中 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会很想要让别人知道这些事 所以呢 包含我影片当中 我放了某些人的照片 我就会去跟那个人说 你有没有看到影片啊 我特别放了你的什么什么的照片 这样子 那对方也会给我还蛮好的回馈 就是有看到 或者是那真的是怎么什么什么 因为毕竟是回顾嘛 所以呢 就有一些照片 我是不知道它的故事的 因为是从过去的照片集里面 导出来的 那我就会很有兴趣的去问 当事人说 这个照片我觉得很有趣 那有些照片呢 是我有参与到的 那我就会跟对方讲说 我选这个照片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 很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发生的 我印象很深刻之类的 那当然有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些赞美啊 肯定啊 我一方面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一方面又就是 隐隐地欣喜着 所以办完这个活动呢 就是秋雨在被赞美 这件事情上 狠狠地满足了一把 但是呢 在这个被满足的过程中 其实秋雨还是会有一点点 微妙的恐慌吗 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秋雨有冒牌者效应 这其实有一本书 秋雨正在阅读当中 之后有机会 也想跟各位鲜妹分享 冒牌者效应 就是会一直觉得 自己是冒牌的 也就是说 我会觉得 虽然我觉得 我这次做的还不错 但是呢 又会有一点觉得 嗯 但其实可能只是运气好 就是刚刚好 这次 不管是出什么东西 都很顺利 其实我还是有些东西 没做好了 比如说 就是那个纪念品 上面的那个字 有一个不清楚的地方 我就觉得 可恶我没有做好 然后大家没有发现 或者是 我们在出大图的时候 我的有一个尺寸 没有算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 贴上去以后 就有一个 微妙的地方 嗯 就是大家也没有发现 这样子 对 就我会一边接受着赞美 然后一边就想着说 但我这次还是 哪里哪里哪里 没有做好 只是大家没有发现而已 对 那所以我虽然这一次 得到这个赞美 可是呢 下一次我不一定得得到 或者是 就是我会有点紧张的 觉得如果下一次 那是不是我要怎么样做 或者是我就会一直 在跟大家讲的时候说 啊 虽然这个影片就是 我只能做到这样 这样 虽然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其实也没有很多时间 反正就是 我觉得很多的感受上 我都会加一个虽然 就是 就是大家会说 你这个做得很棒 我就会说 啊 就是还不错 我也觉得还不错啦 但是就是 其实有一些小瑕疵 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 之类的 这就是冒牌者效应 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是冒牌货这样 我不是真的很厉害的人 我只是还算行 然后装得自己很厉害 这样 当然这也是要 一直不断去面对的事情 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哦 而在这一切的 美好的称赞当中 发生了一个 小小小小小小的插曲 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 就是呢 在整个布置的 就是靠近 非常靠近日期的时候 秋雨忽然觉得 我们的布置 其实非常的简单哦 就主要是把照片 用各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秋雨就觉得 我们的整个会堂的颜色 有点单调 所以我就赶紧问 我们的几个姐妹说 你们觉得要不要一点花 用一点花来点缀 那就有一个非常 非常有能力的姐妹 就说她可以去买 然后她可以插一盆大盆的 然后我就说 好啊好啊 然后我就跟她说 也跟其他姐妹讲 我家里如果有小小花瓶的 就也可以带来 那个大花插完以后 总是还就有些碎的花 我觉得我们可以弄成小花瓶 然后我们就放在 整个会堂的四处这样子 然后后来她们就把它放啦 我觉得很可爱 那因为我们不想要太 太彩色哦 因为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怀旧的 然后一个怀念的气氛 所以呢 那个花的颜色都稍微素一些 就是可能偏淡黄色啦 或者是比较偏白色啦 粉嫩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 布置完了以后 隔天 因为隔天秋雨就是 都在二楼 先预备小朋友的表演 那下来以后 我就忽然发现 嗯 怎么花瓶当中出现了 超级红 非常正红色的康乃馨 而且不是真华 是就是之前教会 母亲节没有发完的 夹的康乃馨 就出现在那些小瓶子里面 然后我就愣住了 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那个红真的是 嗯 非常的 显眼这样 然后后来一问之下 就发现 哦 教会有个老妈妈 她觉得呢 就是啊 都是白色的 感觉你知道老一辈的吗 就会觉得 啊 那好像追斯蒂白啊 不喜欢啊 所以就觉得要有一点颜色 所以就 就把那个花给插进去了 呃 对于主要设计者 就是像我这样 提议的 然后我这样布置的人来说 我就会觉得 这其实就像是一个 否定的信号 就是有人不这么认同 你的 呃 不管是美感 或者是你的观点 或者是你的方式 呃 后来那老妈妈也很有意思哦 她跑来跟我道歉 我就心里想说 嗯 就是这个道歉 嗯 我也不太懂 就因为 你你就这样做了 你不是一个不小心的事情 你就是 呃呃 你有意的去选择做这件事情 然后 你跑来跟我道歉 你 可能想要获得到我的 谅解 或者是我的认同 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认同这件事情 因为我真的觉得那花 看起来很好笑 就是 呃 很很很 就是太过于突兀 这样 对 那 呃 我也没有就是很硬的回那老妈妈 我只是说我知道每个人的 呃 审美观不一样 对 那他既然已经做了 那就那就只能这样子了 对 我并没有说 啊没有关系 就我还是觉得有关系的啦 对 但是我就是温和的跟他讲说 那也就是 就是这样子了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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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当 接收到一个否定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其实 多多少少内心都会 不是那么的舒服 所以 防卫机制 就与这几个礼拜 在分享的防卫机制 其实就是 从这样子的状态下而产生的 通常我们会最直觉的 就是从对方的语言和行为当中 去找原因 就比如说 呃 就会觉得 他那样说 很不OK 就是这个老妈妈这样说 这老妈妈这样做 很不行 如果这样就是 从对方的 言语行为中去分析 去觉得 哦 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 让我不舒服的 但其实 真正让我不舒服的 应该是 我做了一个解读 就是 当这个老妈妈 做了这件事情 我解读成 她否定我 她不认同我的审美观 所以 我觉得 我受伤了 这样子的一个解读以后 就很像 在我们最近分享的这本书 为什么总是感到很受伤当中 用了三棱镜 这样子的解释 就是呢 这个光线进入三棱镜以后 就会分开来 分散成为不同的光线 同样的 人家的言语行为 进到我们的 内心当中的三棱镜以后 可能就忽然变成 被我们做了一个 特别的定义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 反复思考一下 诶 对方的言语行为 到底对我带来了 什么样的感受 以至于我会产生 这样子的感觉呢 那我们今天 就要用一个 新的个案 来了解一下 我们内心 所接受到的 到底是 什么样子的光 什么样子的 颜色呢 你是否害怕 不被爱 而想逃跑 你是否被排山倒海的 情绪困扰 而想逃跑 你是否无法面对挫折 而想逃跑 你是否对世界失望 而想逃跑 十篇139篇7到10节这样说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亲爱的你 为什么要逃呢 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解决 世界上虽然有许多 很难处理的事情 但是让我们一起寻求 依靠 寻求帮助 有机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吧 欢迎回到我们的 我们的Podcast 今天呢 我们要从这一本 为什么总是感到很受伤 的书中分享 第三个个案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男主角 叫做金明 他是一个呢 看起来非常有条有理的年轻人 穿着打扮也非常的得体 但是呢 他来求助的原因是 因为他的恐慌症发作 他其实过去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但是忽然呢 在一次的聚会当中 就产生了恐慌症的感受 所以呢 就来寻求心理医师的帮助 而在心理医师几次的带领之下呢 发现了他对于被认同 有一种积极的渴望 就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被别人认同 这是一种我们天生的本能 书中呢 用到了一个精神医学专门的用词 叫做认同渴望 这其实就是 也是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一个词啊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绪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我们想要被认同 健康的认同渴望 会成为帮助自我发展的动力 然而 如果是过度扭曲的认同渴望 会使我们变得焦躁 或者是有的时候是退缩 是去懦的 而在书中的这个个案哦 他很有意思 后来医生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 隐性自恋的性格特征哦 邱宇其实呢 在看这个个案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心里想 其实隐性自恋跟冒牌者效应 某一些地方是相似的 譬如说都会展现出一种自卑感 或者是对自身价值的怀疑 但是隐性自恋是什么呢 隐性自恋呢 它就是跟显性自恋不一样 显性自恋就很明显嘛 就是自恋型人格 觉得自己很棒 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好 然后呢 就是不听人家讲法 然后就是非常过度的肯定自己 但是隐性自恋呢 它其实是比较 比较内向的 比较不张扬的 可是呢 隐性自恋 对自我价值的高度关注 和对他人认同的需求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而隐性自恋呢 性格特征呢 就是会有自卑跟自我矛盾 他们会有一种自我的不安全感 因为内心太渴望被认可了 所以就非常害怕失败 然后对批评和否定 就是会很强烈的感受 有可能会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并且视为威胁哦 就一旦人家给他一个评价 不管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都有可能过度解读 而虽然他们很希望被人家认可 但是因为害怕被否定 他们就可能会选择与人保持距离 然后呢 隐性自恋则不像显性的 他们可能看起来比较是安静的 比较是谦虚的 但其实他们也是玻璃心 非常脆弱的自尊心 而且他们会用被动的方式 来表达愤怒或不满 比如说冷淡 或者是不合作 以受害者的姿态来暗示 就是别人对自己有所亏欠 秋雨在看到这样子的性格的时候 其实隐隐约约有一点觉得 秋雨的前夫 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哦 就是呢 他其实对自己内心的价值 是觉得很在乎的 所以呢 一旦被否认 一旦被否定 他的反应就通常是很大 而且呢 就是会跟对方直接断绝 来往那种方式 不管之前对方对他多好哦 他只要有被对方冒犯到几次 一次或两次 他就会觉得不行 就是不要跟这个人切断那个关系 而在隐性自恋呢 就会有相似的防卫机制 是有投射 比如说内心的不满 投射到别人身上 譬如别人批评自己 但其实他就是自己对自己不满 但是他听到别人的 对他的评价 就会认为是别人对他不满 然后呢 就会否认 否认自己有自恋的需求 或否认自己很在意别人的想法 就会一直说 我没有 其实我没有很在意啊 我其实没有觉得 别人对我评价怎么样 但是其实他内心超级在意的 然后也会透过合理化 来为自己的行为或情绪找到理由 比如说别人批评他 他就会解释说 那是因为他嫉妒 或是他对我偏见 同时呢 在这样的性格当中 他也会把某一些人过度理想化 比如说书中的个案 他有一群很好的哥哥们 那群哥哥们都是非常在事业上 在生活中还蛮顶尖的 所以呢 他就也把他自己 好像理想成这一群人当中 然后呢 一旦这群哥哥呢 就是会找他一起吃饭什么 他就会觉得 我是被接纳的 我也是很棒的人 他就会很容易的被满足 但是一旦对方给他了一些评价 当初为什么他会引发恐慌症 就是因为这个哥哥给他了一些建议 他忽然觉得好像他是被否定的 所以呢 他就马上的去贬低他们 就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 要来保护自己 而被动攻击 就会透过冷淡不合作 或者是间接不满 就是他就会远离 就会拉开距离 以减少直接的自尊威胁 那秋雨的前夫其实后来就是选择 就是他就不回家 就拉开那个距离 然后对我非常的冷淡 所以 这就是隐性自恋者 内心的那个矛盾 和脆弱的自尊 就会让他们陷入 这样子的防卫机制当中 而在他们的防卫机制 就是自我保护的过程中 也就会伤害到 他们的人际关系 伤害到他们身边的人 秋雨在看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想一个比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就是这只是秋雨的感受 我觉得男生可能在隐性自恋当中 会有比例稍微多一些 我觉得女生在冒牌者效应的当中 会比较多一些 我不知道姐妹们 你们在听了以后 你们的感受是如何呢 因为秋雨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想的是 我其实一直对我自己的价值 并没有那么大的肯定 所以我被否定的时候 我不是觉得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我们就想的是 我真的很糟 或者是他这样讲 让我很受伤 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很糟 然后还得不到肯定 秋雨后来就找了一下资料 稍微比较了一下 隐性自恋跟冒牌者效应的差别 那冒牌者效应 秋雨希望之后 有更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因为秋雨看到一本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希望之后 看完那本书 有机会可以跟姐妹们 更深刻的分享 冒牌者效应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那我们今天就先 稍微小小的比较一下 隐性自恋者 内心的动机 就还是有那个高度 对认可的渴求 其实我觉得冒牌者效应 也还是很渴求 被肯定 但是呢 隐性自恋比较觉得是 我觉得我有这个本事 所以我希望别人能看到 能称赞我 我觉得我与众不同 但是冒牌者比较像是 我觉得我不配 我很怕被发现 所以并不是那种优越感的感受 比较像是退缩的 比较像是觉得我自己 其实不太好 我这是装出来的 而同样的 在自我形象和价值观当中 虽然都有可能表现出 自卑或敏感的样子 但是隐性自恋 内心对自己的期望 还是比较高的 甚至会隐隐约约 觉得自己本来应该 比别人更成功 或更优秀 他其实内心是有一点 自我高估的状况 然后他们的自我形象 是分裂的 会又渴望被赞美 又担心失败 会动摇他们的自尊 可是其实冒牌者是 更倾向于低估自己的 就是即便取得成就 也没有办法承认 自己的价值或能力 比如说秋雨就算是 就是做了这些东西 然后被大家称赞 但是呢 有些人如果说 你的美术真的很好 或者是你的sense真的很好 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这些东西就只是刚刚好想到 或者是我正好 就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所以才有这样的发想 像之前有一次 有一个有一个讲者 要我大家写说 哎你的能力 或者是你的优点 是什么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我写不出来 我觉得我没有 我没有一个 真的很强大的优点 所以秋雨就会觉得 我自己比较倾向的是 冒牌者效应 而对他人评价的反应 其实这是一个 蛮明显的差别 隐性自恋呢 对批评会非常的敏感 甚至会把善意的建议 解读为对自己能力的否定 他们要保护的就是自己的自尊 他们觉得自己的那个被否定 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冒牌者效应 就是会感到一种不安 我们被别人评价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不安 所以如果是肯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过度谦虚 甚至会稍微自我批评 然后减少他对自己的期望 然后如果得到别人的 如果是批评或善意的建议的时候 我们的解读比较会像是 啊糟糕 就是果然我这个东西没有做好 被发现 或者是就是觉得 就是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是这么的不好 在行为表现上呢 这个其实也有一点明显 就是隐性自恋者 有的时候一旦受伤 这个是受伤了以后的表现 受伤了以后 隐性自恋就会冷淡 就会不合作 然后就会暗示自己受伤 那冒牌者效应就会是加倍努力 就会是更更加的紧张 或者是更更想要少犯错这样 或者有的时候就会退缩 我觉得退缩这一点两个都有点像 可能就都不太会 就是接触就会有点害怕哦 而对如果已经做出了一些 什么样的成就 带出来的反应呢 隐性自恋呢 就是会觉得 啊这些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吧 或者是用一种理想化的方式 来放大自己的努力 强调自己比别人付出更多啊 或者是内心会有一点觉得 啊我不被理解 没有人懂我 而冒牌者效应比较像是 会把成就归于外在的因素 或者是运气 认为不是自己真正的能力 其实只是掺杂了别人的能力 一些好运 或者是大家没有发现的 一些小瑕疵之类的 所以呢一旦被高度的称赞 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焦虑 害怕未来无法再达到同样的标准 总结来说 隐性自恋是基于隐藏的自我优越感 那伴随敏感自卑等防卫机制 易受批评影响 而冒牌者效应呢 则是深层的自我怀疑 会怀疑自己不够格 对批评其实也是过度敏感 但是比较没有那种优越感的成分 两者虽然都表现出自卑或不安全感 但动机和反应上都会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其实邱宇觉得 我身边的很多很多的姐妹 比较多一点都是冒牌者效应 就是我真的听到很多姐妹 就会说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好 然后那个过度前辈不是说 我觉得我应该被称赞 而是被称赞也会觉得 就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你只是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好 你才会肯定我 你才会称赞我 不知道姐妹们会稍微偏向哪一边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内心觉得 我应该得到更多赞美 可是我没有得到 有一点点偏自恋的倾向 其实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名词 就觉得我有自恋的倾向吗 我这样是不是很糟 我是一个自恋的人 我觉得这些名词或这些状况 都是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 当我们有意识到了 哦原来我是这样 才有机会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健康的自我 我们都需要更健康的认同渴望 而健康的认同渴望呢 指的是知道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 并将力气投注在这个上面 透过这个过程 获得各式各样的成就 满足自我 借着从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人那里 获得认同 以获得满足 如果只是一味的想要获得更多的人的称赞 更多人的羡慕 那就是一种过度的认同渴望 并不是能够分清楚 哪些是对自己有意义的人 或者是哪些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只是就想要那种更多人的称赞羡慕那样子的心情 这样的渴望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它只会让我们的心陷入无止境的饥渴跟追求里面 其实就很像是我们使用社群网站上那个赞数的感觉 如果你今天对那个赞数 对那个别人有看过你的东西 给你的肯定 你有一种渴望 它就会让你把根本不认识的不特定多数 看成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对象 但那就是非常不健康的 因为你对一群根本不认识的人 投以一种期待 那是一个就是你会无止境的追寻 然后就很容易产生扭曲的认同渴望 而所有的健康走向健康的前提 都是我们有意识到 啊原来我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呢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 从书中看到的这个隐性自恋的性格 以及求与自己觉得自己有的冒牌者效应 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对自己的内在有认知 我们认同的渴望是来自于谁的 来自于哪里的 当我们有意识的去开始练习 让我们内心的那个渴望被认同的机制 建构在真正值得的人 真正值得的事情上 我们就有机会使我们的心真实的得到满足 爱你的上帝也将要给你各式各样的机会 让你看见 哦原来我自己也还是蛮不错的啦 这是一帽牌者效应的心情 在努力练习的事情哦 盼望我的好姐妹们都可以有机会 用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重新更关注到自己的内在状态 并且能够更加走出健康的认同渴望 今天就先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礼拜要再跟大家分享 新的个案 新的故事 新的防卫机制与学习咯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以上节目由台北远东福音会直播 欢迎上远东福音会官网 搜寻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